国产高端疫苗在世卫组织主持的团结试验疫苗计划 20款候选名单中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之光 安全性跟有效性跟AZ比起来呢 是大概有3.4倍以上 次卫疫苗它的好处之一 就是它在2到8度来运送 未来具有大规模的供应能力 就跟WHO它所制定的标准是一致的是吻合的 目前除了高端还有美国Enovio公司获选 将在哥伦比亚、玛丽及菲律宾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 实验费用由WHO赞助、疫苗厂提供疫苗 面对变种病毒、不同人种及时差等问题都是一大挑战 整个试验的规模加起来大概会超过4万个人以上 实验在进行到有150位确诊个案以后 它就做其中分析推算 那整个实验可能在3到6个月 那么有机会取得初步的这样一个数据 如果实验成功取得WHO认证 就可以提供给缺乏疫苗的地方 协助全球抗疫 指挥中心给出高度肯定 不过国内政府采购的500万剂高端疫苗目前只大了136万剂 原本还有开口合约500万剂 指挥中心回应恐怕不需要了 高端这次进军WHO被水一战 期待能够挽回民众信心 大家新闻线山叶宜林李坚宽 台北报道 再见 大家肯定点